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和大家分享 容玉二的演艺人生 容玉二一般人就称呼她做容医 她就1918年出生 她就是一个加拿大籍的华裔女演员 她的直观就香山园 容玉二就在上海出生 此外就在这个港少女校读书 但是没有不道业 读完书之后 她就加入了桃花歌舞剧团 其后她和汪福庆组成了一个歌舞团 这个歌舞团就叫做阿星歌舞团 组成这个阿星歌舞团之后 就一起去南洋和蝉罗 一带就巡回登台演唱和表演 表演了几年之后就回到上海了 回到上海之后 容玉二就转投这个梅花歌影歌舞剧团 而且在这个剧团里面 她还是成为这个台柱 做主要的演员 容玉二就有一个妹妹 她的妹妹就是容小姨 容小姨也是一个著名的歌剧和电影影员 她们两姐妹都是擅长于武道的 在八一三事变之后 容玉二就走难 走难来到香港 在1941年7月 当时33岁的容玉二 玉二就和这个当时28岁的电影从业员 红淑云先生就注册结婚 在1941年开始 容玉二就参加了香港电影和电视的演出 初期容玉二就多数演 扮演一些欧忍男人的厌妇角色 到后期就多数扮演一些后母 或者恶家姑 或者妖妇的一些配角 容玉二就曾经和这个黄曼黎 黎卓卓 李善贫 徐义、金路、郑文霞、李悦清、马绍英、陈皮会、黎文 和高伟兰 总共12个人结二金兰 组成了十二金差 在1970年代开始 容玉二就推出这个娱乐圈 就移民去加拿大的多伦多定居 从此就没有再在香港的娱乐圈出现了 跟着下来 就跟大家分享下 容玉二曾经参与演出的电影作品 容玉二在这个电影行都几十年了 大大话话了 都拍摄过超过三百部电影那么多 第一部电影就是1938年的《花心罗伯》的《大激局》 和《上集》 1938年除了《花心罗伯》之外 还有其他演出的 分别就是《苦俊金来》 《紫霞杯》 容玉二就飾演《金青》这个角色 然后就是1939年了 1939年的演出就有 大闹割三门街 《珍珠女》 这个《女涉青鬼》 《三审玉堂春》 跟着就《美人角》 《孝子乱经堂》 另一套就是《三十年苦命女》 然后就是《红衣女盒》 接着就是一套《打劫阴尸老》 然后就是《柳文柴》的《下集》 然后就是《女鬼洞房》 另外还有一套《女涉青鬼》 接着就是《家初郎》 然后就是《棺材征》 三九年还有一套《大破百年教》 另外就是《方世玉》第二辑 《胡慧权打机房》 容玉二就飾演《胡慧权》的老婆 接着也是三九年 有《十二寡妇》 另外一套就是《桃花明》 那三九年最后的一套演出就是《女涉红蝴蝶》 然后就是1940年 四零年的第一套演出就是《云南起义》 接着就是《虎笑琵琶汉》 然后就是《白旋锋》 他就飾演《董莲英》的角色 接着就是《慈云酒角》 接着就是《重振家声》 另外还有一套《鹿林血》 接着就是《慈禧西太后》 《荣玉义》就扮演《楚英》 然后是《歌墙未影》 《赢得清流博幸名》 接着就是《空谷懒》 然后就是《添丁法财》 接着就是一套《十万童诗》 童诗就是《儿童诗》 接着就是《四零年》 还有《湖北归》 他就飾演《后舞》 接着就是《港洲信舞桥》 他就飾演《何巧环》 接着就是《望夫山》 《打雀遇鬼》 《打雀遇鬼》 就是《四零年》 最后的一套演出 接着就是1941年 1941年就有《堵乱乾坤》 接着是《化身血案》 接着就是《大香理》 《耻水流年》 《轻河薄命》 接着就是有一套《前情万理》 《花好月圆》 接着就是《人去流空》 《四一年》 最后的一套就是《麻婆沉仔》 《麻》就是《麻风阿麻》 今天跟大家分享 《荣玉遇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請你留言 点赞分享 也都希望 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你多多订阅我们的 《阿安若林》 下一次我们就会继续 跟大家分享 《荣玉遇的演艺人生》 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拜拜